福家沙王得道 福家沙王未曾听闻佛法 于是将花转供养佛陀 福家沙王告诉佛陀 福家沙王是我的好友 他送给我这朵珍贵庄严的七宝花 现在我将它转供养佛陀 希望它能借此功德 放下成见 心开意解 并且前来拜见佛陀 听经文法 从此敬重三宝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困惑 就是不知要准备什么东西 来回报他的馈赠 佛陀告诉平沙王 你就书写十二因缘经送给福家沙王 他得到此经一定会开始信受佛法 平沙王听了之后 回去马上抄写经卷 另外又附上一段话给福家沙王 你送了这么珍贵的宝花给我 我也以佛法之花回赠 若能思维其中一理 必能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 希望你收到后可以马上诵读 以便同常法位 果然 福家沙王读诵经典后 反复思维 当下变性解法意 他赞叹地说佛法实在是微妙今生 能够使人心神安定 国家兴容 而昔日所追求的才 色 名 实 睡等五日之乐 原来就是烦恼的根本 累劫以来 我执迷不悟 今日 才看清人生的真相 世间的一切 并没有什么值得好贪恋享乐的 于是福家沙王召集群臣 宣布将王位交给太子后 便自行替发出家 出了家的福家沙王欲向佛陀求受教法及戒律 便着一尺波一路行脚前往王社城 到了城外 由于天色已晚 福家沙王决定在制逃人家过夜 以便第二天一早入城脱波后 即可前去经社向佛陀起戒 佛陀以神通力制到福家沙王 明日进城脱波时将会意外身亡 不但无缘见佛 更谎论听经文法 于是佛陀心生悲悯 化身为寻常比丘 前往制逃人家 欲求祭祀 主人说 稍早也有一位沙门 前来祭祀 现在正在窑窟里 你可以跟他同住一晚 于是佛陀抱了一捆干草 前往窑窟 找一个角落坐下 佛陀问 这位沙门 请问你从哪儿来啊 你的老师是谁呢 是什么样的姻缘 让你想要出家 你是否见过佛陀呢 福家沙王回答 我从未见过佛陀 只是看了十二姻缘今后 便发心出家修行 我准备明天入城脱波后 就去求见佛陀 佛陀听了 告诉他 人的生命是非常微脆的 朝夕之间变化迅速 根本无法预知无常 何时会降临身上 我们平常就要关照 身体是游地 水火 风四大甲合 一旦死亡败坏时 只是四大组合 归还本位 无需惊慌恐怖 同时也要保持觉性 远离妄想 一心专念佛 法僧三宝 平时也要多做不识 延迟境界 体会无常的真理 若能如此 则如同亲见佛陀 一样殊胜 如果你只是想着 明天要见佛陀 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于是佛陀又说了一首截字 夫人得善力乃来自归佛 是故当昼夜 常念佛法众 己知自觉义 视为佛弟子 常当昼夜念 佛与法极重 念身念非常 念戒不失德 空不怨无想 昼夜当念事 接着佛陀又为佛加沙王开示 苦空无常之理 佛加沙王一心思维 设心入定 即正德阿那寒果 佛陀知道佛加沙王以器物真理 于是恢复本来光明庄严的佛身 佛加沙王看了惊喜万分 马上鼎领佛陀 佛陀再次叮咛他 无常来临时千万不要害怕 佛加沙王则静诺将依教奉行 隔天一早 佛加沙王进城脱钵 结果在城门附近 被一只刚生产完为了 保护小牛的母牛 以牛角赐负而亡 因为已证悟到果 死后往生至阿那寒天 佛陀知道后 便派遣弟子为他火化 并且造他 佛陀告诫弟子们 罪业产生的根源 不可不 谨慎小心啊 当我们一揭开生命的序幕时 就注定了死亡的结局 是永恒不变的成立 然而 贪着世间 种种享乐的我们 要如何坦然面对 这必然的结果 以及下一出未知的戏码呢 唯有相信自己本去的清净决性 思维无常 空性之力 勤修善法 累积福慧资粮 才能真正超越无常 达到永恒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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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